和你一起重新看待生活 找到未来可能的钥匙 这里是雷蒙三十 哈喽各位朋友 今天过得还好吗 今天是三月的第一个工作日 也是我回到台湾后工作的第一天 这里是想要跟各位朋友聊聊 我是怎么选择职业还有企业的 前一周我在剪书上发了一篇 关于我要撤出北京回到台湾的贴文 我和我老婆真的很不舍 因为很难过的是 我们12月才搬入 才整顿好的新家 还没住满一个月 甚至连好好的再见 都还没机会说 因为疫情决定撤出北京 这都跟2019年3月 当时在台南的家 突然半夜发生的火灾很像 意外跟变化不断 我们也只好拥抱和面对 虽然嘴巴上都说着拥抱变化 但事实上 心里面还是很难调适的 那么我是怎么调适的呢 我避免自己陷入沉重心情的方法就是 加把劲去小到下一个阶段的职业 还有公司 把自己投入在工作上的价值 还有意义感 这是我走出悲痛跟难过心境的一种方法 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谈职业选择 再来谈谈企业选择 我很喜欢的一位职业规划教练 古典老师 曾经提出一个车日入模型 来解释什么是生涯规划 简单来说就是把你是谁 你想去哪里 你怎么去 这三个经典问题 用了个比喻换句话说 如果你是一辆车 你认为你是哪一种车 车里面还会有谁呢 你准备开往哪里去 你希望沿途经过什么地方 有什么样的风景 古典老师说 车代表你的自我概念 你认为你会是法拉利 宾士 福斯 卡车 还是自行车呢 身边的人是你做这个决定的重要他人 而准备开往的地方 是你这阶段的目标 沿途经过的地方 则是你需要的经历 不过 其实我自己 没有花这么多的时间去研究车子 我觉得这个比喻对我来说 有点太抽象 太难以使用了 所以我决定把它白话来说 我认为生涯规划 要考虑的三个面向是 自我 目标 还有路径 好 我先举我自己的例子 来供你参考 我相信我 当我讲完我自己的例子的时候 你会比较能够把这个模型 放在自己的身上 去思考自己的指引 关于自我 我知道我自己 不是一个单一履域 特别深入 特别强的人 也不是一个保读私书 知识量极其丰富 能够一直产出新内容的人 所以说音频节目 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大的挑战 但我知道自己 其实是一个很乐意 连接他人的人 无论是当自己在意的事情 连接出去 找到适合的圈子 还是协助品牌 还有个人 去产生连接 我知道我自己 比较擅长 去把一个模式 跑出标准化 甚至能够规模化的方法 简单来说 就是我认为 我未来会做一个 个人品牌的事情 以自己为中心 去连接他人 这是我未来的目标 我也希望五年 或者说十年之后 这会是一个个体的时代 因为很多过往的成就型组织 我相信会逐渐的瓦解 必须现在已经是一个 多元成就模型的时代了 这个时代已经不是特定的几种职业 才算是成功 我们已经不太会用 你的职称 或者是你的薪水有多高 来衡量你一个人的成就了 所以基于这个自我 还有目标的认知之下 我的入境分为两种 我称为A方案跟B方案 A方案是在和我未来目标 想做的事情 非常相似的公司和组织 我参与了这些公司和组织 它会直接协助到 我个人的个人品牌 或者是协助我助推 这个未来个体时代 像是Haw PraySplay 或者是德道 以及商业私委学院 这几个非常优秀的组织 都是在这个路径上 非常不错的选择 而B方案 则是到一个我未来 自己一个人完全不会接触 甚至我参与到这个组织 对我未来目标的事情 好像没有这么直接的相关 但它可以增加我的阅历的厚度 或许能够间接的帮助到 我未来的目标 但主要还是去扩端 自己的自我认知 B方案其实也是 我当初为什么想要 离开台湾 先到北京的这个决定 到一个我不这么熟识 几乎所有人都不认识我的环境 从头开始 这其实有点像贾博斯所说的 Carnet Dots这个概念 因为趁自己还年轻 到一个未知有挑战的领域之中 去打磨出另一种作品 这个东西等到你老了 回头来看 也比较不会觉得很遗憾 为什么年轻的时候 没有做出一些 其他疯狂的选择 不过这个概念 其实跟我当初 高中考大学的时候 选了工程科系挺像的 这也是一种 B方案的思考路径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一个人 无法去学习 工程学科的知识 因为你家 不太可能会有 化学实验室吧 而且你一个人 应该读不下那种 工程数学 或者物理化学 这种实际跟生活 有点远的知识 那个原文书还非常非常的厚 因为这种思维的建立 需要环境 而且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 我知道我是必须要 被这个环境给限制的 所以我当初才把自己 丢到一个环境之中 去强迫自己去学习 去建立工程的思维 这也是为什么 常常会有人来问我 雷蒙 你怎么常常去选 这种人烟罕志的路 确实 这种B方案的选择 跟你未来的目标 没有直接相关的选择 在传统社会的成就积累认定上 是一条人烟罕志的路 但其实B方案的选择 是基于我的目标 和自我模型下的优化策略 因为我清楚 我自己的行动力 还有自主性 即便有些事情 我喜欢的事情 没有人来督促我 我也会自己去做 但我知道 我很清楚 有某些事情 如果我真的 没有人来督促我 我还真的不太想去做 或者懒得去做 懒得去学习 所以我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认为我应该要多去选这种 B方案 这是我优化策略下的选择 好 今天我选择 只以来使用的 自我目标路径的这个模型 以及我如何基于自己 自我和目标下的了解 提出了自己现阶段的优化策略 那么你的模型 又是怎么规划的呢 我非常想听听看你的分享 相信你也能透过这样子的 自我目标路径的模型 去了解自己的指标规划 当然你也可以分享 你是怎么样认识自我的 你是怎么样找到目标的 欢迎到我的个人网站 找到本期的文章 或者加入脸书社团 参与讨论哦 我们下一期见